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岸关系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处杂的关系之一 中间很多微妙之处 如果你不是特别吓动 你就很容易走到一个插入坡 走到死屋中心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另外一个呢 那台湾的处境也可以说是 作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政治上又民主 经济上又很繁荣 人们又这么有教养 我们又都是华人那么亲近 当然是处境最不幸的一个地方 最尴尬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次蔡英文讲话 我老觉得我看很多评论 我觉得那评论都不到点子 都老觉得针对九二共识 那就觉得他跟选项讲的是一样的 其实这讲话唯一不同的语言 就是他添加了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是不同的 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因为你说你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遵守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那都还很笼统 那里头就是有做多种解释的余地 就有模糊的空间 但是反正讲到两岸关系条例的时候 就没有模糊的空间了 就很清楚了 按照两岸关系条例 就是一国两区 因为它明确规定 这个大陆 什么叫大陆 定义就是这么定义的 大陆 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 那意思就是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就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 那不是这不是一个中国 两个地区吗 对不对 而且这个时候中华民国就是懂于中国呀 因为你说你只是台湾 你真的不叫中国 你的领土都涵盖了台湾和大陆 这个当然就自古以来 传统上认为是中国的地方嘛 对不对呀 所以你这里时候中华民国 当然就等同于中国 这个概念是一致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说了这句话 实际上已经 就是既然922的共生内 最核心意谈就是一个中国 或者两岸同属于中 那么它已经谈到这边 而且台湾版本 我问他想说一个东西是中华民国 那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他已经都说过 所以大陆和大陆没有理由去拒绝了 因为他引的是两个关系人民条例 这个条例呢 是李登辉会实在制定的 所以李登辉会不能出来反对 是你在实在制定的 李登辉会不好反对 那甚至都不好反对 虽然他们现在想着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但是因为是拿着你当时制定的东西来 另外这边呢 那共产党人家照顾他也没什么反对的理由 因为你既然说 922公司核心 也还就是一个中国 就是两岸同属于中 那你已经说到了 只不过人家不是以直接的说话 而且他以为这个条例这么说 他很见解 但其实是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 当然现在呢 当然你看到他还 我想他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中共再进一步要求 但中共一定会进一步要求 就是台海上面也会 在未来某一天 就直接演出来 一中两去 因为他影响到这边了 这个是他目前 他只能做出的一路 他不可能做出第二种决定 因为这里就是关系到 而且在今天 尤其不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 因为我们知道 从七一年联合国 做出决议 把这个中华部 把台湾赶出去之外 台湾的国际间 就显空前的孤立 所有的国际组织活动都被排除 那么呢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他至少还可以 当然除了和美国一些国家 建立一些非正式的 邦交国的一些关系之外 另外呢 他也可以和其他国家 就发展经济貌 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呢 虽然国际上估计 经济发展相当快 而这个形式在二十几年之后的 今天呢 又有些变化 因为经济全球化 而中国的 成了经济全球化 很重要的 分战很大的一个东西 而它就影响了 经济全球化的 所有的格局 你现在如果你去台湾 就像这次参加世卫 你要不然去 要不然不去 要不然他不让你去 如果你不认识 他就不让你去 不让你去 就是说我就不去 对不对 那你不去 你这个世卫也不去 其他的一些世界性的 国际性的活动 它都可以给你排除掉 都可以把你排除掉 结果你都参加不上 而且你不参加就不参加 你断交国 断就断交 反正那支把绿的国家 断了也无所谓 但是你经济 搞经济都是个问题 你和台湾如果要和其他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条约 没有中国点都是签订不了的 它是这个位置 比现在 就当年参加世贸 WTL 中国是2001年参加的 台湾是第二年参加的 台湾你的名义 什么叫名义 而当时你按照他们 WTL里头内部人的文件看了 中国的一个领地 一个富富的地方 才参加进来 就和世卫组织一样 世卫组织叫中华台北 对不对 但是按照录队文 以 不是会员国身份 以观察员什么 他写的清清楚楚的 什么都 才可以 以 成观察员 成观察员也要有资格的 不能说我们法拉盛 我们去当观察员 那就不行的 对不对 你必须得有一定资格 第一 相对独立的一个实体 如果你是国家 联合国承认的国家 那么就可以成为会员国了 那么 同时 你不是个联合国承认的国家 但是又是相对独立的实体 这有可能成为观察员 那什么实体 好几种实体 其中一种 纹地纲 对 对 像一些就是不是国家的国家 另外一种呢 他就多少点像宗祖国 和他的一些什么 属地啊 这种关系 像什么 这个这个 波多利哥 波多利哥 对不对啊 他就可以以会员 他不能当会员国员 他不是个国家 但是他可以以观察员身份 以来 但他跟实际上大致 他们美国是种特殊的关系 而你台湾进来 就是因为你和中国有特殊的关系 所以你 这个当然台湾很不利了 对不对 我们不愿意拿到一块来 但是你不这样 你进不来啊 而且WTO组也是这样子的 当时台湾进WTO组 那个中国万贸部长都讲得很清楚嘛 就说 凡是和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约的国家 如果你们不得中国同意 而且和台湾签订自由贸易的话 你们就要付政治后果 就是警告他们 就是 如果你们要签 让他们那边制止了 就是我们这边就可以给你做些什么事情 那么你看中国体量那么大 台湾体量那么小 那那些国家就会癫癫了 而现在为止呢 你看蔡英文试图搞南向的政策 希望发展东南亚那一代的 和那些国家的经济往来 南方的 但是那些国家呢 现在只有 只有两个国家 新西兰还是哪个国家 两个国家 和新加坡 和新加坡 对 这两个国家和台湾 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 那没有问题 其他国家都还没给你台湾签呢 而那些国家都在和大陆签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想和那些国家签 都得看大陆脸色 大陆那边制止 你签订不成了 当然你签订不成 也可以做生意 但是你门口就高了嘛 你做生意就不利了嘛 所以现在马上就马上就这个地方 你现在就是 比二十几年前还不一样 二十几年顶了 你就没邦交国 我就没邦交国 什么奥运会 我不参加就不参加 但是你经济上不影响 你现在经济上就有个问题 而大家既然知道 对于不管哪个国民党政府 上来过去 经济搞不好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你又骂马上就什么 经济没有增长了 如果你下来搞经济 情况更糟糕 那这个打击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得延续这个 马上就过去这种政策 当然也必须得延续原有的这种定位 当他提到两岸关系条例的时候 就已经表示了 他联系了过去这种定位 当然过去他们两党斗争 免不了那绿营会说 你那个是上天入国了 他给人那种 绿营有一种说给人那种感觉 好像就是说 台湾在加入国际组织 进行国际活动 以及和中国大陆发展某种关系的时候 明明可以有一种更好的 更有主人和主权的这种尊严的这种声明去做 但是你马上就 你就是想刻意想挨抱嘛 台湾 你就是想去在公共产党那儿讨好 所以他做成这个样子 给人感觉好像换一个人来做 我们就可以把 在地位提升的同时 那些好处都有 那这个我们就说肯定不可能 马上就在乎他不会有意识的 他愿意那个样子做嘛 他如果要采取一些 你看见了不那么 抢掉主权尊严的这种名义 去参加一些国际官 他肯定不得已嘛 对不对啊 他肯定不得已 他只要不那么做 我就做不成了嘛 就和你加世卫一样的嘛 你加世卫 你以中华台北 这算什么名字 很奇怪的名字 对不对 古往今来没有什么名字 什么叫中华台北嘛 中华又不是第一名 你说中国台北 我们都懂 你中华台北 他就是 找你脑子想出来的 这是台湾人想说 台湾自己想说 是啊 就是啊 这道理很简单嘛 第一你台湾 你不准 你不可能成为会员国 你就只能以观察员 观察员你当时不能以国家的民意 对不对 中华民国的民意也排除掉 你台湾 这个 魔人联可 台湾也没说是国家 我们就叫台湾 对不对 那也不行 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台湾就给人感觉 你就是 是搞一中一台了 那不行 那就提了就是 中国台北 台湾 那你理你了 那台湾人不干了 你不是这么 别人一听过去好像我们台湾属于你们 属于你们 那个中华民国国的了 所以才变成这种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当然一般人也不细心了 管他什么的 但是你要关心的人 你就知道他表现这么个东西 第一 表示你要会 旺闻生意 觉得这个地方 和那个叫中国的 中华民国 是有关系的 第二 他们好像又不一样了 他就 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对不对 一种说不清楚的 就是一种感觉 你要以中国台湾 别人就完全认为你是 就像中国香港 对不对 那香港那些 参加委员都是独立的 对不对 但是中国香港 只要它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因为它回归了 你就属于 你要中国台湾 你就认为台湾 对不对和香港就一样了 所以台湾人 当然不结合中国 中国台湾人的说法 你要不能用台湾的说法 共产党 北京那边不愿意 所以它编了这么一个中华台北 所以它明明它是 确认就是有那么一个 联合国的协议 有那么一中的条款 那一卡 就整个台湾在国际上 就成了现在这么一种状态 它参与它的中华怎么翻译 中国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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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香港的华人 中国人 所以台湾人的事 驱递管的事 我们一看都不会有注意 你一看就很奇怪 当年你想 而且它不是说 他共产党那时候аются 很多说辞 你说要是教 rooms 你不让我们就要坚持台湾的名利进去 你不让我们进去那就是你坏 你治我们三千万人 台湾人的身体现成余孤孤 你看你都不让我们参加这些世界性的这种卫生的组织 那过来那位说 那你们不用去啊 我们把你代表了 那四川也没有人派代表去嘛 对不对 有关财务我们发给你们就是了嘛 那你更成了他的一部分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拒绝大陆动作 那显得你没道理了 对不对 你治台湾人民的你台湾政府 治台湾三千万人健康于不顾 对不对 既然才有职位交给北京那儿 北京要发给我们 你还不要 对不对 那你成了你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肯定说不过去的 两部分都说不过去 你可以想一下 台湾是很独虎 所以我一直 台湾其实在两岸关系问题上 没有蓝绿之分 他们吵来吵去完全是党派之争 因为不可能有分别 在这 不管他们最终目标什么要统 在现实情况下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谁想他都只能 只有那么大的空间 只有那么那么大的幅 对不对 国民党他对不对 国民党他又不是傻瓜 我凭什么我要自己矮化自己 如果我可以站得高的话 对不对 我站得高的话 我国际上也挺练 对本岛我能得我的选票 也就是国民党方面 他们没有任何动机 要去 在明明可以提高台湾地位的时候 可以有意识地去自建 他不会这么做嘛 对不对 反过来民党 你再想提高你的地位 就是人家也跟你一样 都想抬高自己的地位 他都做不到 那你多半也做不到 对不对 他再吵的时候 你骂人家 那说家好像是成心的 对不对 你一带位 你把这筷子提的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 蔡英文在整个选举期间 为了夺选票 他都不肯在内话说多了 对不对 只说个维持元 是吧 为什么说那么模糊 他就怕说白了 如果说 我的两岸政府和马上就差不多 那审理选民不干了 不愿意了 对不对 他是怕得罪这一头 不是怕得罪中共 因为多想到是 台湾人才有选票的 你共产党这边离得远的很 对不对 所以他怕失去他的绿色选票 因此就会掩盖自己 不那么绿的一种主张 他的主张是不太绿的 你按照他不太绿 他怕人家绿的人不高兴 所以才会那么说 也就是他非常知道 他的限制在什么地方 那么现在下面的问题 其实我的估计 未来多少天 台湾政府方面 会把这个事情进一步点明 其实很简单 那么随便一个记者去 你梦想你们什么记者 我就问他 你参与的话 你提到两岸关系的条例 按照那个条例就是 大陆就是中方邻国的领土 是不是这个样子 他还能说 他当然只能说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把那个条例念了 他听听听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这个 而这个意思就是 一个中国 两个地区的意思 而且这同事的关系就是 所谓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一个中国 他不是叫区长 叫政府 两个政府 我们这边是一个政府 你们那边是一个政府 我们这个政府只管 我们这一边独立 你们那个政府只管 你们那边独立 但是我们都认为 我们是全中国的政府 就是理论上都认为 是全中国的政府 所以这个 主权不可分割 治权分离 它就是这么做 或者主权重叠 对 你说的地方跟我说的地方 是互相重叠的 但是我们都承认了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和南北韩的模式 其实 南北韩其实就是这个情况 他们现在这个 就没有别的办法 你想这么多人 这么多国家 那些人绞尽脑汁 如果有好啊 早有了 早有能够让别人解决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麻烦 他把几个问题混在一块儿了 混在一块儿了 把什么问题呢 就是把法理上的问题 和现实的问题 他很多现实跟法理相关的 对不对 有些法理我把现实给你框住了 另一方面呢 把现实的问题 实际的问题 和什么意愿的问题 混在一块儿了 你说台湾这么多人想独立 那当然想独立了 对不对 那还用说 但是这个是你的愿望 对不对 你要变成实际 你就得通过一种 一种程序 比如修改线 修改这个公投等等 而那个你又知道 现在不可能 所以就永远 在天下 你只能存在 表现中一种意愿 你不能把这个意愿 所以他的意愿 就是现在台湾人 一般的意愿 和台湾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现实 完全是脱节的嘛 你别的国家 基本上没这个问题 别的国家当民意 多到一定程度了 他们自然会做出相用的 法理上的一些 一些条文的调整 以让使他们比较厉势 而台湾一个是极其少见的 就是他们的民意 跟他们所现在法理上所关闻的 完全是很大的脱节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说 再说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因为过去我们一起说 海外民一直在讲 一开始我们就来说 就是对台湾主义 台独这种想法 这种思想非常同情 非常理解 也只好来中去脉 当然也都说呢 就这么一句话 大陆不民主 台独不可能 这是明白的事儿 中共内部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很多很多的分歧 但是在坚持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 在中共上 不可能有分歧 中共上 在台湾问题上 有一个分歧是有的 就是 皆不接受益中良土 这个是有分歧的 有一批大陆的台湾幕僚 他们认为 可以接受益中良土 也就是说 可以同意双重承认 也就是说 你如果美国要和台湾建交 其他国家和台湾建交 你们建交去 你们建交去 也就是台湾可以进入联合国 都进 你也进 我也进 对不对 这种它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也都说好 我们 下海不能干 那还得说我们 只有一个中国 还得说我们未来 可能要统一 但是呢 在现阶段 就南北韩就是这个关系 南北韩 但是双方都认为 自己是代表者 东韩国 但是又都承认 目前阶段呢 自己自己实际 统治权的支持 限于一半 但是 彼此呢 不见得承认对方 但是呢 不否认对方 也就是说 我南韩如果和那个国家建交了 如果这个国家也想跟北韩建交 我不出来反对 而现在共产党 要和台湾建交 我就和你断交 因为他别人国家也要和台湾建交 他要不去打人家 他也不能去打台湾 对不对 他怎么能够 封杀台湾空 就是靠这一招 如果你跟他玩 我就不跟你玩了 那些关系看 当你那么老大 跟你玩是要紧的 跟不台湾都有所谓的 所以这样子 如果台湾大陆对 一句话 如果大陆不这个制裁 你跟他玩也跟他玩吧 对不对 没关系 对不对 那你想明天一天之内 那大陆共产党都会和台湾建交 台湾就成为 世卫组织的这个正式成员 那变得都可能了 而这一点上 大陆的共产党内部是 有人是认可的 觉得可以这么做 好的